一争的小伙子赵展云认识了一个女网友 他前前后后在这个女孩身上花了几十万 那结果是什么呢 竹篮打水一场空 赵展云是个90后 父母是生意人 家境非常优越 今年5月赵展云迷上了一款网络游戏 在游戏里他认识了一个叫小雪的姑娘 一来二去 俩人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父母在外国 然后他跟他哥哥一起住 他哥也比较有钱 他哥 就是在那边 当地比较大的酒店有股份 房子也蛮多的 很快赵展云感觉 他和小雪已经互生爱慕之情 聊天的时候是老工长老婆短的 叫得非常热乎 赵展云提出想看看小雪的芳蓉 很快对方把照片发过来了 看着照片赵展云乐开了花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白富美吗 赵展云又开始了新一轮感情攻势 可没多久 小雪对他的态度突然冷淡下来 手足无措的赵展云赶忙通过网络 辗转找到了小雪的哥哥 小峰打探情况 赵展云立马打了8000块钱给小峰 请他帮忙买一部相机送给小雪 结果也是立竿见影 相机送出后 小雪对赵展云的态度立刻来了一个大转弯 可是好景不长 没几天小雪又变得冷淡了 有了上次的经验 赵展云赶忙又给他会钱送礼物 就这样周而复始 循环往复 短短几个月赵展云在小雪身上 已经砸下了数十万元 最终 这场蹊跷的网络恋情 引起了赵展云母亲的怀疑 他硬是拉着儿子到派出所报了警 这个案件我们是12月9日下午接到报案 当时所有人到公安机馆来 他要求帮我们查 帮他查两个姓名 分家 民警将小雪的名字输入公安户籍系统一查 发现查无此人 于是民警让赵展云继续跟小雪保持联系 同时对小雪收款的银行卡 展开调查 发现开户人为湖南常德人刘某 民警随即将刘某的照片调了出来 看到照片 赵展云顿时傻了眼 我手上拿的这两张呢 就是小雪的照片 虽然我们做了马赛克处理 但是应该还能看出来 左边这张呢 的确是非常的年轻漂亮 而相对而言 右边这张就比较普通了 那白亚明你告诉我们 这两张照片其实都是小雪的 只不过呢 一张是原始照片 而另外一张呢 做过了PS处理 李某和刘某 实际当中是情侣关系 但是这个男的犯罪嫌疑人李某呢 就一直在网络中冒充 这个女犯罪嫌疑人 刘某的哥哥 一直在演双簧 在骗取受害人的钱 总计27万多 经过沉密布控 犯罪嫌疑人刘某李某 最终在湖南长沙 被警方抓获 然而面对犯罪事实 两个人却显得不以为然 因为在游戏里面玩的人 几乎都不会告诉 别人自己的真实身份 都是虚构的 里面装群牛的人特别多 他就是其中一个 我也属于其中一个 据两人交代 最初他们只是把赵展云 当成了一个笑话 想逗逗他玩 没想到赵展云 却动起了真感情 这才让他们 有了骗钱的心思